那我们就这样 因为今天呢 我们的16位同学来到这边呢 是亲自给你祝福生日的 他们其实也带来了 他们想对你送的祝福 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样的一个礼物 好不好 儿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 27岁 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 可以去精心对着自己的梦想 这些年 看着你独自扛起生活的担子 看着你在甩打中努力 看着你的牧略中成长 爸妈担忧的同时 恬度是欣慰和骄傲 欣慰的是 你在宽难和伤痛面前 没有低头 没有抱怨 而是学会用坚定的信念 去激励自己 骄傲的是 看着你从学着照顾自己 到学会照顾家人 再到学着关心 照顾那是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你常说 爸爸太严肃 但是你的成长 一点一滴 爸爸都看在眼中 这二位男子汉 我们就是要成为 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爸爸看到了你的能力 爸妈会是你最精实的护断 支持你去闯出自己的天地 还有最后一句 爸爸妈妈 希望你一切顺利健康快乐 平平安安安 儿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一短眼已经是个大小伙儿 回想起你十八个月大事 我们咬牙送你进托儿族的情景 仿佛就在昨天 爸爸说 你是个男孩 从小就要学会独立 长大后才能实验社会这个大家庭 妈妈和爸爸很欣慰 你做到了 你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学舞蹈 大家都知道 又苦又累 当年同时收到了上海舞蹈学校 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乐局通知书 妈妈很想让你留在上海 方便照顾 可你坚持要去本心上学 那时的你只有十二岁 小小的年纪 眼神里却写满了经地 军艺之五年 是你成长很重要的五年 没有父母在身边 很多事情都需要你独自去面对 从刚入校 专业术语都听不懂 到能考出专业成绩第一 从需要爸妈照顾到 学会照顾自己 照顾身边的人 这中间接力量是 你不说 我们也能明白 妈妈和爸爸 一直都知道 你是个不爱表达自己的孩子 什么事都藏在心里 自己默默地承受 时光一晃真快 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 你进入表演这个行业 已经十年了 这期间 你参与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对你的一段成长和鞭策 妈妈和爸爸 没办法给到你更多的专业建议 但我们一直知道 哪些是你追求的 哪些又是你的理想和目标 坚定地走下去 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把你变得越来越坚强 同时 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出演 更多更好的角色 让每个作品 都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妈妈还想对你说 工作很辛苦 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你每次陪爸爸妈妈去旅游 身边的朋友 都会用羡慕的语气说 你儿子又懂事 又孝顺 还这么优秀 哈哈 妈妈听了 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 但是你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妈妈不能藏在你的身边 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为有娘感到骄傲 你在爸妈心里是最棒的 最棒的